蒙娜丽莎之谜 蒙娜丽莎在法语中的意思是丽莎夫人 蒙娜是夫人的意思 而这副蒙娜丽莎的微笑到底画的是谁呢 至今没有定论 最主流的说法是 蒙娜丽莎是丝绸商人的妻子 最近在对蒙娜丽莎进行的多光普扫聊中发现 蒙娜丽莎中还有三幅隐藏的肖像 而至于卢浮宫中蒙娜丽莎的真伪 到现在都还有很大的争议 因为世界上还有60多名收藏家都声称 他们拥有蒙娜丽莎的真迹 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 美国东部的波特兰美术馆还向世界宣布 他们藏有不微笑的蒙娜丽莎 此时引起了大量研究员的兴趣 他们使用了很多高科技手段 确认了这幅画是达芬奇的真迹 并认为此画应该是蒙娜丽莎的底稿 那么在我们的有生之年 我们能够解开蒙娜丽莎背后所藏的种种谜团吗